这次谈一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个 篇幅特别的短 然后中间有一个反复剂 反复我就省了一点 不弹了 是这样的一首曲子 前三行的话 然后可以再重复一点 如果自己想那么重复着弹 那你就重复着弹 不想这么重复 那就不用重复 反正是这样的一首曲子 然后右手的话 也都是常规的东西 反正我弹的这种版本 右手都是常规的 它不太可能会出现什么 乱七八糟黑剑 我故意整的 我故意弄的 是把这个东西都移掉了 尽可能用白剑台 是这样 这里面只有那个发声和烧声 这个也是属于常规的范围 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临时标记都已经写好了 而且这首曲子没有掉好 右手就这个样 然后左手说一下 左手的这个节奏模式比较特别 这个是我刚才弹的这个版本的一个特点 前半后半中间是一排这样 比如说开头的AM 它是这么弹的 第二个音符它是一排的 前后是半排的 这个术语叫切分 切分这种节奏不太好弹 是这样的 我弹了这四小节 那这个东西的话 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 不太适应的话 反正你就仔细看一下谱子 你看一下这个 右手的哪个剑和左手的哪个剑 一起弹或者是一起不弹 这个就一起弹还是不一起弹 这个东西你分辨好了 然后就把这一段段的 一短短的这个小节给练好了 然后后面就相对好整了 然后怎么辨别这个曲子弹的对 还是不对呢 就节奏抓的对 还是不对 你从头到尾看一下 因为从头到尾 这个左手全部都是这种节奏 如果哪个地方变形了 比如说你该弹这么弹 这么长的 你没弹这么长 弹多了或者弹短了 那就肯定 右手肯定就牵扯了 整个曲子的框架就打乱了 就乱掉了 比如说AM和弦 下面是A 上面也是A 这种弹法 DM 下面一个D 上面两个D E 然后A 然后什么C和弦呢 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看着普世弹就行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左手的弹法的另外一种 你可以加一下中间的这个键 就比如说空三空二的这种弹法 但是 这个技术上再加一个这个 这样的话声音就听起来稍微饱满一点 稍微饱满一点 它比这个稍微 就感觉里面有点什么东西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再说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左手的节奏弹法有点觉得难的话 那就弹傻瓜一点的版本 更简单的版本 就属于最简单的版本 下面弹一个 上面弹一个 而且是下面一拍 上面一拍 这就简单了 是吧 这样就简单了 这样就简单了 就很简单 那这个也觉得难的话 还可以降低难度 再降低一下上面的音符 把上面的这个琴键给删掉 只弹最下面的一个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左手 就这一个键 它的作用非常明显 如果不弹的话会怎么样 不弹的话就很难听的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就这样了 它就感觉啥也没有了 是吧 加了一个这个左手的琴键 就感觉立体的多 没有那么担保 就感觉是有个整体的样子 那种感觉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 3214 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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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